趁老公还没来赶紧把牛肉藏起来 等会留着自己吃 老婆又开始吃毒食了 看我一会怎么熟悉你 把鞍唇蛋和牛肉放一起 用它迷惑一下可爱的老公 老公吃饭了 来了 你把好吃的捲汤泥碗里 不行我得想个办法 吃它那一碗 你这光吃面你也不弄点水啊啥蛋 我给你拿 别以为我不知道 其实我都看见了 鸡蛋好像被它吃了 鸡蛋怎么变成鸳鸳蛋了 好家伙 媳妇的套路又升级了 不行我还得换回来 你弄这么两个蒜 你再去拿点蒜 这么两个蒜能够吃吗 你这有饭屁事多了 这次肯定不会再搞错了 老公又趁我不再把碗给换了 吃个饭换来换去的真讨厌 你不要狂得太早 一会有你后悔的 你拿两个 还没个蒜大吧 来 终于吃几个蒜 吃面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各位姐们好 我们吃这个腊八蒜 是用三顿紫皮大蒜腌制的 它之前清脆赏口 而且还简腻 咱们平时用到这个饺子 吃个面条 吃个肉 不管怎么吃都非常的好吃 咱们之前是9块9一包 现在是9块93包 每包都是250克 喜欢吃的哥姐们 我不讨论 订阅下方小黄吃 咱们趁热活动赶紧拍 感谢支持 我的牛肉啊 这啥呀 这啥呀 姐夫这套肉升级的也太高了吧 怎么还有牛肉呢 你有呀 来 给我吃个 想喝没 放在你面前你不吃